野猪的克星出现了 像狼又像狐狸的马镖 如何制服恶霸野猪 现如今要说中国内最让人讨厌的动物 野猪应该畏惧榜首 它已经成为中国当前造成损失 作为严重的野生动物 野猪轻则糟蹋装甲 重则攻击人类 数量已经远超200万头的野猪 每天都在跟人上演着人猪大战 但我们面对作为保护动物的野猪 只能瞪着眼睛干着急 不过事情的转机似乎来了 野猪的克星 马镖在麒麟山重出江湖 它的出现 让为所欲为的恶霸野猪瑟瑟发抖 那马镖是一种什么样的生物呢 它又如何制服野猪 近年来 马镖似乎感受到了人们对它的召唤 在我国西北西南等地方开始频频露脸 近日在我国野生动物最主要的栖息地之一的麒麟山区 接连发现八只马镖 据目击者描述 八只长得像狼又像狐狸的动物 陆续结伴在雪地上觅食 直到看见行人才跑到旁边的林子里 专家称这八只动物 极有可能是首见的马镖 麒麟山是马镖最喜欢的栖息地之一 它们的种群也主要分布在 麒麟山西部的干清跨界地带 于今年六月份 就已经有人发现 14只马镖在此处息息打闹 不仅在麒麟山 今年在我国的云南也曾多次见到马镖 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马镖这种动物吧 马镖有一个大家较为熟悉的名字 叫做柴 属于犬科 但外形跟狼有些相似 体型小育狼 耳朵短耳元类似于狐狸 颜色多为红棕色 柴是现存的最强 最凶残的犬科动物 别看它的身形小于狼 但是其战斗力却要高于狼 从柴狼虎豹的排名就可以看出 柴的排名远超于狼虎豹 作为身形最小的柴 是如何取胜其他动物的 柴能有现在的地位 跟它的凶残是分不开的 柴在不猎的时候 不同于其他动物 用所活的方法一招之命 而是先跳到猎物的后背 用自己尖利的牙齿和爪子进行掏钢 这不就是猎狗的绝招 柴可比猎狗要凶狠得多了 柴通常都是团体作案 在动物遭受了掏钢之痛后 随之而来的是几只柴的围攻 有掏眼睛的 有撕咬腿部的 还有撕咬脖子的 所以被柴盯上的猎物 在断气之前 身体已经没有一块好的地方了 毕竟柴可是有230公斤左右的养合力 可以随意撕咬掉丛林中的中小型猎物 当柴发觉自己有一点劣势时 它会毫不犹豫地使用另一个技能 那就是灵活的跳跃 一般较为大型的野生动物 虽然有超强的爆发力 但它们的灵活性是较差的 而柴是整个犬壳最灵活的 它还能在原地向上弹跳三米高 触跑跳跃可以达到五到七米 如此凶悍的柴 最喜爱吃的就是现在我国四处泛滥的野猪 对于杀伤力如此强大的柴 对付只会用蛮力的野猪 简直就是轻而易举 只需要几只柴团团将野猪围住 挑上了野猪的后背 用力撕咬 便可享受鲜嫩的野猪肉了 所以通常在有柴出现的地方 野猪的数量就会随之减少 现在柴的数量不断增多 野猪们泛滥的情况也许会因此得到改善 这次赛勇保护动物的背景也保护不了野猪了 因为柴自卫一级保护动物 再怎么算地位也比野猪高涨一点 更何况 这两者对决在四人界中 也是正常的弱弱强势罢了 相比于肆意破坏庄稼和伤害人的野猪 凶悍的山标在人类的心理其实地位更高 因为在民间中 马标是驱骸兽 保庄稼的神兽 其实他只是想捕食野猪罢了 不过确实也间接保护了庄稼 那你们觉得数量增多的山标 能够控制野猪的增长速度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爭